中国花卉画欣赏 梅花和牡丹花都是中国人喜爱的花卉,也是中国画家喜爱的主题。 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,梅花是唯一在冬天的冰天雪地里开放的花朵。 中国人喜爱梅花,不仅仅是因为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,它给人们献上美丽,更欣赏它在寒冷中开放的勇气。 右边这幅梅花图是用写意手法画的,画面上梅花的枝干像铁骨一般,透着不怕严寒的精神。 而盛开的花朵,则洋溢着生命的活力。 这幅图的作者,画家吴昌硕,在中国近代绘画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 牡丹花的花朵硕大,颜色鲜艳,象征富贵,受到中国广大人民的喜爱。 这幅牡丹图的作者,于飞暗,是有大成就的工笔画画家。 和上一幅梅花图比较一下,我们很容易发现,工笔画非常的细腻、精致、巧密而逼真。 当然,工笔画也不是一味追求逼真。 比如,画家巧妙地把红牡丹的叶子画成淡灰色。 既使得两颗牡丹有所区分,也使得画面更加漂亮。 您对此作者,小月! 请您看,请您看,请您的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您的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您的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您看,请您看,请您看,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